波兰有名男子失明将近20年 过马路时不慎被车撞 却奇迹似地回复了势力 这名来自于大波兰地区 戈鲁夫市的男子 名字叫做亚乃士高雷 他在20年前意外丧失了势力 因为过敏性反应 导致他右眼的视网膜受损 而左眼仅能看见形状和光线 但在2018年的某一天 奇迹忽然降临在他身上 根据Posa News的报道指出 车祸发生当下 男子走在十字路口准备过马路 结果一辆汽车 就这样直直地冲向他 他的头部先是遭到 汽车引擎盖的撞击 最后坠落在柏油路上 男子即刻被送往 独立公共审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便针对他的腰部进行手术 当时医生忙着处理 严重的臀部伤口 并未顾及到男子的视力问题 但就在车祸发生的两周后 男子赫然发现 自己的视力恢复了 医生对于这项奇迹似的消息 感到惊奇不已 远方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让男子得以重见光明 他们猜想可能是当初治疗时 混合多种药物所造成的结果 也有一种说法是 将高剂量的抗凝血剂 混合其他多种药物 就可以帮助病患恢复视力 Gorai在重见光明后 就能够重新独自地生活 据报道指出 他也找到了新的工作 就是在他恢复视力的医院 担任保全人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